夏天的太阳刚刚升起 我们就驾车出门了 要去一千多公里外的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看看 疫情来了 已经两个多月没出过远门了 今天要穿越洛基山脉 看看山里的风景 今天是周末 村里的人没有下地干活 都开着各样的房车出来风浪 热情的夏日阳光照在每一个人身上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病毒的存在了 洛基山的夏天是最美的季节 即使在疫情严重的今天 还是有大量的加拿大人 不顾一切的来到这里享受大自然的阳光 经过小城爱德森 加拿大除了大城市的当趟 有几座高楼大厦 大部分的地方是看不见高楼的 开进山里一个著名的徒步小道 想拍一点雪山的风景 结果疫情期间开始限制徒步的人数了 需要提前预约 没办法 只好掉头了 16号公路边的小镇 叫布鲁维维维维维 远处的是罗布斯雪山 小镇的生活平静安逸 狗蛋和黑牛也骑着摩托车 出来都疯了 90号汽油比阿尔伯塔省贵了三毛 那也得加满 疫情期间尽量待在车里 减少接触 因为洋人他们不喜欢戴口罩 洛基山脉的深处 火车悠然地行驶在太平洋铁路上 他们真的是不说急啊 夏天的鲜花 已经在路边盛开了 山里拐过一个弯 就有一个你想不到的风景 每次经过陀路湖 都可以拍到不同的风景 过了这座铁桥 就到了小镇 派若罗沙 岁月仿佛在这里没有留下痕迹 一切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 村里的二大爷还挺硬实 一个人住着个大房子 没事儿交交花 种种地 小镇的生活富足有余 却也单调寂寞 二大爷还惦记着村里的那个姑娘 她的名字不叫小芳 叫什么 你得去问她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 在这里或在对岸 长路辗转离合悲欢 人去又人散 放过对错才知答案 活着的勇敢 没有神的光 你我身而平凡 中午 车停在河边吃个午饭 都疫情了 就别去饭馆吃了 洋人喜欢用严谨的厨房程序 却做出了难吃的饭 车载的加热饭盒里 西红柿炒鸡蛋和胡萝卜丝 才是最适合我们胃口的 吃完午饭 拍几张照片 又要赶路了 雪山 湖泊 冰川 一路上的美景 扑面而来 使人忘掉了疫情的烦恼 美好的旅途 就在山里的阳光中 都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